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搅匀了 先放旁边 好 鸡蛋一颗 在里面加一点点大概这个半小匙的盐 加进来 再来是这个砂糖 好 因为它吃起来是甜口的 这个食材分量我都会打在屏幕上面 然后这个是花生油 花生油进来 这个基本上好了以后 我们先把它搅一搅 先把它搅匀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啊 吃起来它就有点像棒蛋糕的那个感觉 就是厚的那很实的海绵蛋糕的感觉 好 再来搅匀了以后 这个粉就下来了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开口笑 我发现啊 很多朋友啊 我跟他们讲 他们都没听过 我就没吃过 对 然后 可是我每天一样开口笑 可是他吃了以后 笑得更严重 这个东西还蛮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我小时候就吃过耶 我记得我在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烹饪客就有做过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好像就没看过人家在卖耶 我好像在 呃 就是 市场啊 这些夜市好像都没看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过看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生活过得苦嘛 谁笑得出来 哈哈哈哈 吃一下就开心了 这个啊 就是我用这个 刮勺 就把它尽量 把它压在一起 那你现在看 它有一点点干 因为每个厂牌的这个面粉 它的吸水量 吸水的那个能力不一样 我们就慢慢的可以加一点牛奶 如果你觉得太干 加一点牛奶或水都可以 应该加的那样子 大概也只有三克的牛奶 就反正你这样慢慢压 就把它压到一个 嗯 不粘手 但是软硬适中的面团 你看 这样这个面团 基本上就好了 很快 然后把它搓成一个长条形 如果你觉得它太黏啊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粉 这个都OK 然后接着我就来分剂子 大概可以分十个 大小就看个人 不要做太大 做太大就不可爱了 这样子 我们就把每一个搓成圆球 好 搓好就先给它摆着 这个也可以叫小朋友来做 超好玩的 清紫时间 好 第二个 好 你看我的面团都滚好了 这边我准备了一些水 再就是这个白芝麻 好 就这样子 把它先沾一点水之后 把它拿来这边滚一滚 好 如果没有沾水 它芝麻在炸的时候 它很快就自己就离家出走 它就分开了 我就直接放在肉沙上面 就笑不出来了 就每个都这样处理 好 还有就是啊 像我这个是比较偏软的面团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是蛮松软的 那如果你喜欢吃起来硬一点的话 你的粉量就可以多一些些 就是不同的口感 但是做白芝麻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真的很简单 最后一颗了 你看 我们的芝麻刚好全部用完 所以我喜欢一颗一颗 沾芝麻就是这样 不会浪费掉 还有就是啊 我们刚才在加那个粉的时候 我用的是泡打粉 其实我试过用小苏打粉 但是小苏打粉它炸起来 就是它开口开得蛮漂亮 可是它吃起来会有一个碱味很重 然后会苦苦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啦 所以我这边我就用小苏打 我就用泡打粉 含蓄一点 微笑就可以 对 好 好吃比较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是面粉做的 因为经过搓揉以后 我们就要让这个面粉休息 因为它已经起筋了 然后休息它等一下 它在开口笑的时候 会笑得比较漂亮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让它休息20分钟 就现在盖着 避免它干掉 现在烧一锅热油 你看我把筷子放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筷子边 小小秘密的这个小泡泡 慢慢往上串 这样子的油温大概是100度 不用太高温 那我们这个也休息了20分钟了 好 这时候就让它下来 所以你现在看就知道 这个温度其实蛮低的 它们都沉底了 你就先让它这样子不要动 好 你看我的火 是这样小小的 可以再小一点点 对 让它慢慢的炸 它等下水分炸掉以后 它自己就会浮上来 我现在都没有动它 大约一分钟了 它自己就浮起来了 对对对 而且你看它芝麻黏得很紧 都没有离家出走 你看这个已经开口了 好可爱哦 有一点笑声 然后我们就把它锅子这样摇一下 它里面完全不动 你说这样 对啊 摇来摇去 这样一直在这个位置 其实大粉都开了 我现在把它翻一下 这个从下面爆开了 它其实就是里面的泡打粉 预热了以后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它就会膨胀 这个就会裂开来 哇 已经每一个都开口了 嘻嘻哈哈的 对 跟你一模一样 呵呵呵 再给它炸一下 这个怎么从旁边削一圈 其实你看我从头到尾 一直都保持这么小的花 好 现在其实都已经削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想要把它的颜色 就是让它炸得更漂亮 所以我现在就用勺子 你就时不时把它翻一下 让它上色 上得比较均匀一点 很漂亮欸 很疗愈 对 心情每个都很好 对 老婆笑得比她开心 对 看到她笑我就跟着笑 所以大家没事真的可以做这个料理 然后小朋友吃了也会笑 开好大的口啊 嗯 我现在从头到尾 大概是炸了七分钟 所以其实它炸的时间不算短 大家有点耐心 火不大 对 你不能太大 太大啊 它外面整个就焦掉了 然后里面就是生的 很漂亮欸 这个颜色等一下还会再变更深 所以我们这个颜色就可以先起锅了 好 来试吃了 很香欸这个 而且它外面 超脆的 嗯 它面壳刚炸好脆喔 因为里面啊 就是我觉得 它吃起来有点像蛋糕 就是硬一点的蛋糕 但是又没有那么甜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吃甜的 但是这个的口感我觉得很好吃 好 就是有一点点的松软 还有那个蛋香味 还有芝麻的香气 很简单做 好 大家可以试试看 小朋友一定超爱 这一天做 我儿子每次一上桌就被他秒杀了 大家试试看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